这是天津居士 他说今天有幸到佛家 心情很高兴 特向法师指导 我有两张在舞台上的照片 心中不解 这两张照片 好像都是有一些特殊的感应 凡是遇到这些事情 我们想到佛在金刚经上所说的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如果不把他放在心上 不要去理会他 佛说这是好经验 如果你执着 常常想着 这是佛经济 给你带来麻烦 是佛是佛 不是外投经济 是你自己的反应 你反应的正常 就是佛经济 反应的不正常 就是佛经济 这个话是《愣言经》上讲的